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小心 你們不要太可憐了 你用雙毛策 把人給人出去, 把人給我 把人給我 好, 走 隊長, 香港現場是三樓 全家人遇害, 一個人有四個死者 Dr. Kool到了沒有? 我就是跑到你這裡 幸好 立刻那個… 死這麼多人, 還說幸運? 謝謝 好, 傷者在這邊 馬上跟阿西那個Dr. Kool送去醫院 好 能夠嗎? 應該可以 明明查過那個沒有呼吸 你們人還沒上來, 又知道他還沒死 人死了之後, 血會凝結 剛才是滴血地下樓下 我摸過滴血, 還沒很結 所以我懷疑樓上應該是還沒死的 還有, 我們可以看看他的眼球 因為一個人死了之後 角膜就會失去水分 所以眼球看起來就會有點溫足 相反而言, 如果眼球看起來還是清 就算他失去心條, 也可能只是休克 你們這麼專門的事 你們發覺難道不出奇? 對, 為什麼不見張sir? 張sir升了, 今天調了新額頭 是Madam 阿嬸 來吧 發椅和發政到了沒有? 你好, 我是發政部的Tim 我是發椅Sam 我看到廁所上有鞋印 另外水渠也有鞋印 還有一些報索勾在這裡 我懷疑兇在這裡出入 Tim Sir 阿嬸, 鞋印了門和其他窗門 都沒有被人叫過的痕跡 Man, 你稍後跟隨外面水渠的 鞋印和報索 馬桶那裡也有鞋印 Tim Sir, 廁所有什麼發現? Man說鎖沒有叫過的痕跡 那真的很有可能那些匪徒 就從廁所那條水渠爬入屋 犯案之後就從水渠爬爬分走 是, 剛才在大廈外廠看上去 看到口口有很多腳印 我們先介紹 這位是這次的OCE, Madam Leung 這位是SEO, 茨芬 那位是生化了的Jeff 你好, 麻煩你 Madam Tim Sir 我發現三個死者一家人 分別兩夫婦和一個小女兒 至於剛才你和Dr. Dr.Ku? Dr.Ku救的是那個大兒子 爸爸是做珠寶供應商 去書房裡有個夾蠻 貴重物都沒了, 只剩下一些證據 謝謝 是, 這顆鑽石我們在地上找到的 重量大約一卡零幾 顏色比對應該屬於E-Color 批發價要三萬元粒 我們還找到一個扯爛了的絲絨袋 應該是用來裝鑽石的 在房門口還找到另一顆鑽石 看來兇徒應該是逃走的時候 不小心留下 整個現場像是一個劫殺案 那就是說 很有可能那個護主和那個匪徒 在爭持的時候 就不小心扯爛了鑽石 鑽石就跌倒在地上 Salam, 現在那隻高光伯伯 他們肯開門嗎? 我們現在下去 那這裡麻煩你 不用客氣 Yvonne, 再看看有沒有其他發言 Salam, 怎麼樣? 好了, 根據血液沉澱造成的絲法來看 三具屍體沒有被移動過的痕跡 這裡很有可能是案發第一現場 父母的屍體肝溫有攝氏32.2度 估計死亡時間應該是凌晨3至4點 但是女兒的屍體肝溫比較高 有攝氏34.4度 估計死亡時間比父母遲一至兩小時 如果那個兇手要對付那個女孩的話 一刀已經可以令她沒有反抗能力 甚至死亡 為什麼要插她這麼多刀? 照我看, 應該不是普通劫殺那麼簡單 極有可能是仇殺 你再想清楚一點 我夫妻倆真是以撞龍 關掉這槍, 開冷氣機睡 什麼都聽不到 平時我們跟譚先生他沒什麼兩句 看… 那你昨晚幾點睡? 我們很早睡吧? 我們很早睡吧? 對… 老師, 你很厲害 剛才我看到救會員送了一個重傷的人 去醫院 怎麼樣? 原來不是全都死了, 還有一個救得來 難怪剛才又說這麼幸運 小姐, 別妨礙阿Sir做事 沒聲音 Tim Sir, 如果要上三樓 拿伊密纖維就要搭棚 我已經安排搭棚幫人來 另外那邊地上 早已驗血的腳印 這組腳印去到垃圾桶就沒了 帶我去看看 好, 就在這裡 應該剛好倒完垃圾 Tim Sir, 在屋裡找不到空氣 林小姐, 我想問你 你報警之後 有沒有見過其他人在這間廁所出入? 我不見了, 剛才我留在等待你們 如果有其他人出入的話 我一定會見到的 小姐, 你是不是在附近住的? 是呀, 你看得出來嗎? 我看你穿背心短褲、球鞋 還蠻做腰背 難道乘的士來這裡跑步嗎? 你知不知道垃圾車 搭完這裡的垃圾之後 還會去哪裡搭? 我知道了 你當然想在垃圾堆裡 找空氣或證據 但是垃圾車七點半收完這裡的垃圾 再去旁邊村, 再去馬石村 現在八點半了, 可能去堆田溪 老闆, 你留在這裡跟著手尾 其他人跟著我上車 是不是市販處? Tim Sir, 找到垃圾車的車牌 是EM8683 我打過給那個司機 自然說通, 但是沒人聽 我怕, 我會繼續乘 好, 謝謝 車牌是EM8683, 大家留意一下 我知道前面有人收割 可以快點去堆田區 如果去垃圾堂的堆田區就麻煩了 時間改越來 證物受到汙影的機會越大 EM8683, 剛剛過了, Kevin 追著他 停車 司機大哥, 停車 閉停他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小鈴鐺, 訂閱吧 謝謝